云天和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九十四集 第二天早朝 秦相一派的御史官员纷纷上书 弹劾燕北王萧绝湾当街纵马 对平民百姓滥用私刑 在军中滥用权柄 公报私仇 除此之外 还有官员弹劾燕北王七军网上 说萧九安中毒一事 乃是他自己一手策划 目的是为了逃避皇上的追究 遮掩他在南疆滥杀无辜百姓一事 御史不是刑部 他们弹劾大臣一向秉持闻风而动的原则 也不需要证据 只要听到风声 只要有理有据就行 今天同样如此 御史并没有拿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却也说得有理有据 让许多不明真相的大臣渐渐动摇了 尤其是最后一条 萧九安假装中毒一事 虽无实质的证据 可半数大臣在御史的铁嘴下 不禁深以为然 毕竟萧九安中毒的时机太巧 而解毒的时间也太巧了 三个月前 萧九安大胜南疆 一时间声名赫赫 威震天下 皇上召其回京复命 半路上 刚有御史得到风声 弹劾他滥杀南疆普通百姓 他便中毒了 弹劾一事便不了了之 中毒昏迷长达数月 众医束手无策 就在所有人都准备放弃他 准备瓜分燕北军时 萧九安突然醒了 对外宣称毒解了 然后以铁血手段 平息军中叛乱 杀得众人措手不及 先发制人 后发制己 萧九安一脉的官员 本想上折子提提风赏之事 只可惜被秦相的人抢了先 他们只得按下自己的折子 先为萧九安辩解 当街纵马动用私刑 滥用权柄诸事进阶不提 萧九安一脉的官员 只提他中毒一事 当日燕北王中毒 不仅宫中太医 一一前去诊断 就是经理稍微有名望的大夫 也曾上门为燕北王诊断 燕北王中毒 乃是铁的事实 容不得你们污蔑 萧九安手下的官员 以武将居多 文人多清高 他们一向不屑于武将为武 更不可能站在萧九安 这个手握重兵的义姓王一边 示意他们的辩解少了几分力道 但多了几分直白 话刚落下 就被秦相派系的官员 抓住了话柄 周大人 你说错话了 下官从来没有说燕北王没有中毒 下官只是怀疑 他身上的毒乃是自己所下 毕竟南疆那个地方 毒草虫蛇遍地 燕北王先前一直驻守南疆 懂南疆的毒 那再正常不过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太医都没有诊出什么毒 你就知道王爷中的毒 与南疆有关 周大人虽是文职 却是从武职转过来的 并不擅长口舌之争 是与不是 恐怕只能问燕北王自己了 秦相手上的人 每句话都有坑 每句话都亦有所指 武将虽不善口舌之争 但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脑子 见对方画里画外都是陷阱 索性绕过此事不提 给王爷解毒的人 是燕北王妃 世人皆知 燕北王妃曾为皇上解了歧毒 众位如有一问 可以去问燕北王妃 他们是粗人 说不过这些文人 燕北王妃是祭帝师之女 总不会比这些文人差 见燕北王一脉的官员 提起祭云开 祭帝师心中暗恼 悄悄地看了皇上一眼 果然见皇上面色凝重 似有不悦 夫妻一体 燕北王妃自然帮着燕北王说话 她的话不足为信 有大臣道 昨天宫里发生的事 知晓的人并不少 虽不知详情如何 但燕北王冲冠一怒魏红炎的事 却是人尽皆知 十六七岁的小女儿 最是蠢笨好骗 燕北王妃年纪尚小 面对霸道强势的燕北王 哪有不倾心的道理 经过昨天的事 不用问也知 燕北王妃 必是向着燕北王的 你 你们强词夺理 萧九安一脉的官员 面对无耻至极的御使们 气得直想打人 可偏偏这是在大殿之上 他们就是再愤怒也不能动手 一名武将实在气不过 跳出来 你们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燕北王所中的毒 与南疆有关 你们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燕北王所中的毒 与南疆无关呢 御使换了一个说法 轻而易举的就把南疾丢了回去 我 我们 武将慈穹哑口无言 他们没有证据 既然无法证明 还说什么 御使占了上风 他为了保持文人气度 虽然没有摆出得意的嘴脸 可那神情也足够令人厌恶的 中御使占了上风后 并没有就此收手 而是继续起奏 皇上 陈怀疑燕北王与皇上您所中之毒 皆与南疆有关 恳请皇上明察 燕北王动用私刑 当街纵马 公报私仇 仗势欺人 行为恶劣 恳请皇上言办 燕北王 御使台的御使们 你一言我一语 把萧九安说得实恶不赦 好似不杀了他不足以平民愤 一众武将器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几次想要跳出来为萧九安辩解 转念想到刚刚与御使对变的惨败又生生忍住了 他们是拿不出证据 证明这些事与王爷无关 可这些御使也只有嘴上功夫 他们也拿不出证据 能证明这些事与他们王爷有关 御使们纷纷上折子谴责 作为一个立志以开明英明圣人君主为目标的皇上 自然不会忽视众大臣的建议 当即下旨让萧九安明日上朝为自己辩解 萧九安是异姓王 封地在燕北 距离南疆和北陈都近 京中虽有府邸 但他一向常驻边境 自然也就不用和金官一样每日上朝了 朝堂上发生的事 萧九安事后才知情 得知皇上要他上朝澄清 萧九安冷笑一声 皇上还真是越挫越勇 看样子 昨天的事不仅没有起到警告的作用 反倒激怒了皇上 管事悄悄抬头看了萧九安一眼 王爷 皇上摆明了要治您的罪 奖赏一事恐怕不会再提 皇上是以燕北军大胜赏赐燕北军的名义 照萧九安带兵回京的 现在看来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 一个针对燕北王府的阴谋 皇上恐怕不会让他们家王爷再回封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